我们注意到了美方有关言论 这是美方一些人的老套路 先是制造敌人 炒作威胁 然后对内要钱要务 对外争霸称霸 把戏虽旧 其心险恶 完全是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典型表现 完全违背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内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力 永不称霸 永不扩张 永不谋求势力范围 但中国的发展壮大 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我们希望美方睁眼看世界 理性看中国 顺应时代潮流 多做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情